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讲的案子并不复杂 但案子的动静有点大 2007年12月2日晚上8点半 在河南省平顶山市保峰县石灰窑村东北角 某部队的军械仓库里 突然出现了一阵急促的枪声 由于村民对这个有30年历史的军械库 偶尔验枪检测习以为常 因此也没有人太在意 没想到第二天早上 工作人员交接班的时候 发现昨晚值班的科长石某倒在了血泊之中 而另一名值班人 仓库保管员张鸿斌去向不明 由于地方人武部属于军队编制 又涉及到军械库 案情重大 因此工作人员迅速向公安机关 和部队保卫部门同时报案 很快 县市公安局 省公安厅 以及济南军区一位中将副司令员 多名少将及总政保卫局等先后赶到现场 经军地协商 成立了侦破联合指挥部 经过现场勘察 发现石科长是被冲锋枪打死的 通过盘查军械库的枪支 发现少了一支五六式冲锋枪 四个弹架和大约八十发子弹 军械库的门锁没有损坏 与此同时 另一路民警赶到了张鸿斌的家 发现张鸿斌并没有回来 家里只有张鸿斌的妻子和十岁儿子 种种情况显示 张鸿斌极有可能使用冲锋枪 打死了石科长后逃跑 由于五六式冲锋枪威力很大 张鸿斌有继续作案的可能 因此指挥部调集了大批的警力 对全县各个主要路口设卡堵截 那么任职12年的张鸿斌 为什么要这么干 他又能逃到哪里去呢 37岁的张鸿斌 1989年入伍 1992年退役 1996年顶替退休父亲的工作 当上了军械库的保管员 军械库值班是24小时制 他每月工资能拿到一千多元 再保风不算低 他的家庭也还不错 妻子还开了一家军品店 在妹妹记忆里 张鸿斌是一个很安于本分的人 没有什么要出人头地的想法 平时的爱好就是钓鱼 据后来了解 案发当晚 张鸿斌与石科长值夜班 二人喝酒以后下象棋解闷 下棋过程中 由于牵扯到是否应该毁旗的问题 加上平时的旧院 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进而在酒精的刺激下 大打出手 打击眼了的张鸿斌 就从军械库里 直接取出了一把五六式冲锋枪 在现场把石科长给秃秃了 张鸿斌作案后 这酒劲就已经清醒了一大半 但此时为时已晚 已经蒙圈了的张鸿斌 他是既不想投案自首 也不想带着这么长木托的冲锋枪外逃 更不能回家或者去亲戚家 思来想去 张鸿斌决定先躲一躲 看看情况再说 他奔着村西走了不到一公里 逃到了父亲的朋友 郭老汉郭森林家 郭老汉家并没有高大的院墙 也没有养看家狗 只有三间并排的平房 和一排猪圈 因为没有院墙 郭老汉担心猪被偷走 他习惯了在棚子里摆一张单人床 夜间守着几头小猪入睡 棚子里吊着的节能灯彻夜开着 老人被惊醒时 刚好瞥见棚里挂的钟 晚上9点45分 开门以后 他发现是自己 久未来往的老朋友的儿子张鸿斌 他注意到持枪的张鸿斌 身上有酒味 右腿受了伤 一拳一拐地拖着 这让郭老汉非常奇怪 但既然朋友的儿子来借宿 郭老汉就开始准备床铺 此时 张鸿斌开口说 我杀了科长 我要把你捆起来当我的人质 郭老汉并没有慌乱 他叫着张鸿斌的小名说 牧师 我跟你爸爸是什么交情 你要把我捆起来了 你以后怎么跟你爸爸交代 他苦口婆心地劝张鸿斌 人到难处 才想到了亲人 你既然来了 就是把我当作亲人 就应该信任我 郭老汉记得 张鸿斌始终情绪紧张 进屋以后就不再出门 在屋里用便筒方便后 还不让他出门去倒 僵持了一阵后 老人泡了杯热茶 张鸿斌喝了几口躺在床上 瞪着眼 一抖一抖地打冷战 张鸿斌威胁说 你不要跑了 你没有我的子弹跑得快 他见郭老汉没有任何反抗和敌意 张鸿斌就抱着枪 裹着被褥 睡一会儿 惊醒一会儿 不时满头虚汗 一晚上就这么反复折腾 而郭老汉则只能坐在他的旁边 还不能睡觉 隔壁的郭老汉老伴 袁婆婆一点也不知道这里的紧张对峙 天亮后 郭老汉只跟他说 家里来了客人 要住几天 袁婆婆抄持完家务 去镇上剪头发 此后 郭老汉与张鸿斌陆续有一些谈话 郭老汉都顺着张鸿斌的话说 主要目的是稳住他的情绪 张鸿斌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冲锋枪 不过 他不再用枪指责郭老汉了 还允许他出门去接孙女 买中午的饭菜 而郭老汉确实也没有食言 他出门买了20块钱的猪头肉等食物 带着孙女儿一块回来了 袁婆婆从理发店里回来 差不多快中午 这时 整个保风线已经四处 张贴了张鸿斌的通缉令 警车也已经围到了村口 他还没进门 郭老汉出来给他使了个眼色 让他去菜地里看看 袁婆婆隐约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推着自行车 在村口被警察拦住 被带到警车上了解情况 中午12时许 指挥部派人查证落实 确定了张鸿斌藏身郭老汉家后 指挥部立即动用80名武警特警实施包围 就在警方担心 郭老汉和小孙女儿还在家里 如果被张鸿斌裹挟成为人质怎么办的时候 没想到 郭老汉和小孙女儿自己走出来了 据郭老汉的说法 当他和张鸿斌正准备吃饭的时候 听到了村里有警犬的动静 张鸿斌又变得很紧张 双手抱着冲锋枪 瞪着眼睛叫嚷 我不吃饭 我不喝酒 我不放下武器 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郭老汉只好想办法稳住张鸿斌 郭老汉对张鸿斌说 看来现在情况不好 你脱身估计很困难了 我先出去看看情况 把房门锁住 郭老汉回忆说 他跟我说 你走吧 我不连累你 再见了 张鸿斌同意让老人反锁房门离开 就这样 郭老汉带着孙女儿趁机逃了出去 张鸿斌当过兵 对枪械非常熟悉 枪法也很好 由于其长僧的三间平方相通 无法准确确定他的位置 周围也一时难以找到合适的狙击点 张鸿斌手中的冲锋枪威力强大 子弹还有80发左右 军警如果强攻 只能从正门突入 则极有可能出现伤亡 而一旦再出现伤亡 在场的各位领导都得承担责任 指挥部一时也感觉十分棘手 此时 指挥部继续派专人做张鸿斌的思想工作 劝其放下武器投降 并将其亲戚接到现场对其规劝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思想谈判工作 张鸿斌不但不听从规劝 还持枪对实施包围的警力还击 见此情境 指挥部决定对张鸿斌实施强攻 而强攻的手段也是张鸿斌万万没想到的 强攻之前 警方先是征得了郭老汉的同意 并答应赔偿对房屋造成的损失 接着 在指挥部的协调下 当地驻军 奉命抽掉了一辆编号303的 920步兵战车前来驻战 这种战车是当时中国步兵主力战车之一 战车的防护力很强 五六式冲锋墙的子弹根本打不穿 战车装备了一门25毫米的机关炮 足以摧毁房屋 十八时许 随着一声令下 伴随着隆隆的炮声 张鸿斌长生的民房变成了一片废墟 并燃起了熊熊大火 紧接着 两辆消防车开进现场 将大火扑灭 随后 在清理的过程中 陆续发现了张鸿斌的尸体 一把五六式冲锋枪和子弹 事后 关于张鸿斌与石某之间的救援 当时各方三间七口 张鸿斌的妻子 妹妹和其他亲戚回忆 平时没听过张鸿斌抱怨过什么 也没有听说过他和石科长有什么过节 最重要的是 他们一致觉得 张鸿斌是个好脾气的老实人 从没见他跟谁急过 因此更无法把他和持枪杀人联系在一起 而郭老汉作为张鸿斌生命 最后二十个小时的唯一见证者 他坚持自己 是唯一听到张鸿斌遗言的人 按照郭老汉的说法 张鸿斌告诉他 他与石科长之间的矛盾正结是真兵问题 他觉得石的很多做法有问题 比如把张鸿斌真来的兵卡着不给通过 还不给报销他的真兵费用等等 这都让张鸿斌心深怨恨 而在现场 郭老汉家里的三间瓦房只剩下缠缘断壁 除了猪圈里的猪 老两口的家当全都报废了 有关部门给两位老人安排了临时住所 可郭老汉和老伴并不愿意离开 因为家里还养着猪 对郭老汉这样的老百姓来说 把猪养好才是天大的事情 猪圈旁那个四面透风的棚子 就成了老两口的安身处 有关部门只好又送了两块大大的塑料布过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围上 好歹能遮挡些寒风 这时节的暴风 夜里已降至零度 这件事在当地颇为轰动 第二天 来村里看热闹的人还不少 于是郭老汉让儿子帮着写了一张大红标语 摆在他家的路口 上面写着 宝风大案现场 欢迎来访 谢谢各位收看 欢迎点赞评论订阅 咱们下期再见